凭什么诺贝尔化学奖也给了程序员 诺贝尔也蹭上AI了 干脆文学奖颁给ChairGPT得了 大家好 我是杀明君 至于归至于 我倒觉得化学奖没有给错 九年义务教育告诉我们 蛋白质是生物的物质基础 三位获奖者中 正好对蛋白质研究有重大贡献 大为贝克实际算设计蛋白质 德米斯哈萨比斯和约翰江婆 则是预测蛋白质结构 也就是五个月前 我们出视频讲过的 谷歌AlphaFold3 三位获奖人中 我觉得最有故事的 是在谷歌搞DeepMind的哈萨比斯 这哥们儿有一半华一血统 从小就是个天才 四岁时下国际象棋 能因他爹他输 13岁当上国际象棋大师 就这天资跟八官王柯杰比起来 也不慌多让 不过不同于柯杰 后来去读工商管理 哈萨比斯1992年 考进剑桥大学计算机系 毕业后组建了游戏公司 Elexia Studios 这公司做出了像共和国革命 邪恶天才等获奖无数的游戏 后来他又读了个神经科学博士 并致力于AI研究 创办的DeepMind也被谷歌收购 并在16年和17年 推出两代AlphaGo 击败了李世世和柯杰 从那时起 AI取代人类的声音不绝一二 再后来DeepMind推出了 一系列跟AI相关的产品 这次获得诺奖的 是预测生物分子结构的AlphaFold 这玩意儿给生物化学领域带来的 可不是锦上天花 而是绝对的颠覆 在AlphaFold之前 预测蛋白质结构主要三种 X光照蛋白质晶体 核磁共振光谱 冷冻电竞拍照建模 这些办法不仅慢 还贼费钱 每拍一次片子 就要好几万美金 抵一辆小米速器了 而且只有经验丰富的 蛋白质仙人 才能更快猜到 蛋白质的准确形状 少拍点片子 所以能用AI预测蛋白质结构 就显得尤为重要 众所周知 蛋白质有氨基酸构成 氨基酸排列组合多样 已知公开的蛋白质结构 把这些蛋白质中 每一对氨基酸的距离 链接角度 汇总起来做成一张图 再用神机网络消化 AI就能预测蛋白质结构了 18年初代AlphaFold 一经发布 就力压一众实验室老师傅 获得第13届 蛋白质结构预测大赛冠军 到了20年 AlphaFold 2.0 用上了Transformer模型 解决了蛋白质分子 长距离预测的问题 相当于短文写手 进化成能写长篇小说的作家 它能生成的范围 覆盖人类已知蛋白质的98% 并且预测准确度得分 从之前的60分 提升到92.4分 而且还在不断进化 2.0版本基本解决了 单链蛋白质的预测问题 到2021年 支持上了多链 能够预测超过两亿种 包含了几乎 所有已知的蛋白质结构 到了今年推出的3.0版本 AlphaFold 3 它们更新了更牛逼的 全方位模型 不仅能预测蛋白质 DNA RNA的小分子 还能揭示它们之间的互相作用 重点是它完全开源 来自190个国家的200多万人 都用上了AlphaFold 在AI的帮助下 科威家们不仅深入了解了 抗生素的耐药性 还设计出了 可以消化塑料的 每一类蛋白质 至于本次化学诺奖 另一位得主 大卫贝克 它的主要贡献 是在蛋白质计算和设计上 开发了Roseta 和Rose TTA Fold 等软件 帮助人类设计 制造出全新的蛋白质分子 比如设计出自然界 根本不存在的蛋白质top7 甚至还做出了 能够自修复 自组装成纳米材料的蛋白质 能够将二氧化碳 转化为燃料的酶 还有一些 在治疗癌症 传染病等方面 具有巨大潜力的蛋白质抗体 所以 这次诺贝尔化学奖 算是颁给生物研究的典型案例了 三大佬的贡献 颁奖词说得很直白 没有蛋白质 生命就无法存在 我们现在可以预测 蛋白质结构 并设计自己的蛋白质 这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所以 你还觉得化学奖 搬给他们不合理吗